畫面中可以看到搜救隊員 在瓦礫堆中徒手挖掘 因為他們發現有生還者 突然起強症造成重災區阿德雅曼 建築物嚴重倒塌 呈現千層派狀 加深搜救難度 帶您來聽一段 隨隊護理師的最新訪問內容 回憶起搜救過程 一度忍不住哽咽落淚 因為小男童看到救災人員 把握一線生機 希望能幫忙找到家人 可惜最後還是沒能成功 屏東特搜隊這回派出40名人力 兩天時間不停救災 任務中有拉出兩個人 而事發地目前已經進入復原期 大型機具開挖 疾病問題逐漸浮現 需要大量的醫療資源 各國醫療團隊也進駐當地 協助災民 搜救任務算是告一段落 一向是掌握到最新消息 時間盡頭交給棚內